水攻上 泥沙顺流而下 而从清口 再在主堤外三四里处 修摇堤一道 若主堤有失 那外面摇堤可作保护 还有 新开中河 曹传不走黄河 从中河走 水流平静 顺流直下 而且还不用拉嵌 至于河水退后留下的田地 臣以为可以卖掉 所卖银钱 可作修理护堤之用 皇上 微臣认为 此事不妥呀 若要加高河堤 堤高一丈 百姓居于旗下 一旦洪水爆发 堤坝冲回 百姓将是流离失所呀 至于河水退后所留的土地 是可以拿去变卖 但 穷人没钱买地呀 必然都卖给当地的富商和权贵 富商权贵 为尽快得到那些土地 得到更多的利益 必然就会损坏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因此 倘若将这些土地全部卖掉的话 无异于是屯田夺民产业呀 因此 微臣认为 此事万万不可实现 严书院 你说说看 回皇上 婢女以为 应该派专人先去考察黄河的情况 一面考察 一面画图 知道了和患的程度以后 再来斟酌治理的办法 此事重大还需谨慎 这样吧 朕 决意亲父亲口 勘察一番 南九宫 奴才在 你指 年书院觐见有功 赏黄金千两 喳 谢皇上 皇上 婢女有一心愿 不知当奖不当奖 奖 婢女请愿 将此赏金 用于黄河的治理 靠一个年书院 竟有如此觉悟 朕十分欣慰 朕十分欣慰 朕就答应你了 谢皇上 平身吧 朕再来 朕 朕 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